有請蔣部長 邱委員早安 部長早 今天來這邊質詢你 我覺得很沉痛 對你的報告我覺得很失望 我們應該聽到你的是 懺悔反省跟檢討 而不是為教育部這個荒唐無理 無理頭的這種做法去辯駁 其實邱委員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聽到 其實我在書面的報告講完 你是越變越白啊 越變越白白色恐怖的白啊 從學生的愛國運動 我把他定位是愛國運動 救國運動 對照你們教育部處理的方式 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一個高尚的學生的救國運動 碰上一個卑鄙的教育部的白色恐怖 其實邱委員我覺得 這個確實這一個學生 你說要表示關心 學生的運動 我想我予支持 你說要表達學生 我支持學生的運動 我也講了 同時我也 要拿出具體作為部長 我也很誠懇的 我也說了 其實我們出發面 關心不是用誠懇幾行字 不是在你說說而已 是 你的電子郵件 短短的兩行半 八十個字 你表達什麼關心嗎 對 這一個確實是說 你關心什麼 關心學生為什麼要參加抗運動 為什麼他們不上課嗎 這部分的文字 其實我沒有談到課業的問題 八十個字 表達學生對什麼關心 你第一個時間 就應該去看 去表達對學生的關心 你別 比那個溫家寶都還不如 溫家寶都還會說 我來晚了 邱委員 邱委員 我覺得我 我長期是支持學生 參與社會運動的 這個是 不是你說說而已 你要拿出具體的作為 不是說 26號就在立法院跟行政院過夜抗議了 你做了什麼 部長 我在我們內部的會議裡面 具體的表現了 很誠懇的跟同仁談到 就是說 我覺得 你是向你的同仁表示誠懇 不是向學生表示誠懇的關心嗎 我是 你應該到現場的時候 給學生加油打氣 說部長來晚了 其實 你的訴求很好 我們全力支持 邱委員 你應該給學生一個 邱委員 非常溫暖的擁抱 而不是冷冰冰的八十個字啊 邱委員 這一次的這樣子的學生的 學生的抗議的行動 如果是跟教育直接相關的話 我一定會到第一線去 跟學生互動 這是公民教育 這是救國行動啊 這個是一個 這個怎麼跟教育沒有關係 這個活動是一個 是一個公共事務 是相關的 不是直接教育的議題嘛 我也擔心 你不能回避你的責任啊 我沒有回避我的責任 我跟學生之間的 所以關心不是短短的八十個字 冷冰冰的八十個字啊 如果這一次是一個教育的議題 我想我會很積極很認真的 去跟學生產生互動 可是這個並不是一個直接的教育 這也是公民教育啊 這是 學生參與公共事務 也是公民教育 你為什麼你要回避 這是公共事務 所以我也展現了 請我們的同仁 應該要適度的展現一個關係 展現八十個字 冷冰冰的兩行半 所以我 關心什麼 我說我也願意檢討嘛 這部分確實看到 不是檢討而已 你要懺悔 你要反省 對學生的關心 你最起碼要送個姜母鴨去嘛 邱委員 邱委員 你要送個姜湯嘛 你說那麼寒冷 我對於學生健康 姜母鴨你都不送 邱委員 我對於學生的關心 是發自誠摯的 發自內心的啊 可是最後形成了 最後的這樣子的發展 有這樣子的 用這樣子的簡訊 我覺得其實 確實都不理想 我也願意深刻的檢討 未來我剛才也特別 跟孔委員講了 絕對不會再發生 任何一件 跟這件事情相關的事情 我在這邊做鄭重的宣誓 那同時呢 我想我們也期盼 就是說未來 學校對於學生 各式各樣的活動 應該他們要有一趟 所以你是講部長 你只會講 有沒有 部長 你叫蔣部長 所以我聽到你只會講 你對照學生的愛國救國的運動 貿雨 犧牲自己的時間 去參加救國的運動 他們是一個高尚的情操 表達對社會的改革的關心 對國家未來的憂心 那你教育部部長 你做了什麼 所以說我支持同學 我也肯定同學 你支持同學 你拿出什麼作為 你做了什麼 我請我們訓委會去表達 適當的一個關心的作為 表達80個字 冷冰冰的80個字 對 你要去關心了解什麼 這部分所以說我也 我也願意說 我說我做深刻的檢討吧 我願意誠誠的來做檢討 就是說 確實這樣子的發展 這並不是一個理想的狀況 你要代替教育部 齁 跟所有參與這個活動的這個學生 表達最深深的歉意 我願意做最深刻的一個檢討 然後跟同學來 甚至願意進一步的跟同學來見面 來表達我對於他們的肯定 對於他們的支持 可是我想我確實是從一個 完全是一個 從發自內心的對學生的關懷 從時間點來看 活動這個 在26號27號 如火如荼在進行 在立法院也抗議 在行政也表示抗議 然後經過過夜 你都沒有去看 活動結束的時候 你用短短80個字 邱委員 邱委員我想你也聽到 我剛剛講全部發展的過程 我在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輿情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這邊 重複的跟同學講說 應該去關注 離譜荒唐啊 其實邱委員 事後發展你們處理的方式 離譜荒唐 我們處理的方式 是確實是不理想的 我也願意說做深刻的檢討 未來其實我剛剛也講了 再有這樣子類似的事件 也不根本就不應該 用這樣子的方式 再去做互動 可是我也希望學校 還是要持續 去關注自己的學生 關注自己的小孩 因為我把每一個學生 真正的實實在在的 當作是我們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小孩 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 可能受冷的時候 大家會怎麼去看這個事情 我希望大家 其實是從一個真正的 真誠的 我從內心的 的關心 那這個關心 我也特別講了 真誠不是用說的 真誠要表達 你應該到現場 給學生一個溫暖的擁抱嘛 我請 我請 送一碗加母艙去給他們喝嘛 讓他們遇寒嘛 這才是溫暖的表現嘛 誠摯的關懷嘛 我會 不是你在那邊說 你要用白型 用什麼 我會做檢討 這個作為上有不足的部分 未來再有類似的情況的時候 我會努力來做 我會做你今天在這邊的報告 我覺得還是一樣荒唐離譜 在執運消息我的血壓會飆高 這個 主席我是不是邀請 今天這個列席的學生代表 來講一下 他們對教育部處置的 做法的這個心聲跟看法 那我是不是邀請這個台大政研所 他正是說這個林飛凡同學 我是不是可以邀請您 針對教育部這一次的處置方式 您的意見 來請林同學 主席時間先暫停 來林同學 你先講一下你的感受 主席各位委員 然後部長還有在座的老師跟同學大家好 那我想針對教育部這一次的這個發函 我們其實坦白說 我們心裡面很難很難很難以接受 那其實這邊我們有幾個問題 剛剛其實講 蔣部長在談到很多他們其實認真的 真的想要關心學生這件事情 但是坦白說對我們而言 這樣子的表達方式 這樣子的語言 對我們來說其實都相當的虛偽 如何的虛偽 我很不願意這樣講 但是坦白講 在11月26號27號 15度的低溫 晚上下了大雨 然後同學們只有四頂 五頂的這個帳篷 然後沒有任何其他的遮蔽的方式 也沒有遇寒的衣物 15度的低溫底下 大家在那個地方靜坐首頁 但卻沒有任何人來關心 如果今天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教育部長 我會建議 一個負責任的教育部長 他應該是到現場去告訴學生 關心學生 甚至他更積極的應該打一通電話 告訴他的老闆 行政院院長陳聰先生 學生在外面靜坐 他應該 應該要出來關心 而且應該要出來接見學生 回應學生的訴求 但是沒有 那另外一點我想再另外稍微提一下我感受 剛剛教育部部長其實 蔣部長其實一直提到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他說 他其實非常支持學生運動 非常支持學生參與公共事務 但是問題是 我們看到其實學生 也不只是在行政院前面 跟立法院前面抗議的場合出現過 學生也時常到教育部門口去 陳情抗議 包含說11月份 11月份的時候 就有一次學生大規模集結 上百名學生在教育部門門口 要要求 要求蔣部長出面接見學生 要求蔣部長出面回應學生的訴求 那個訴求是 我們要求學費應該是要調降 應該要要求學費動漲 但是問題是 教育部部長當時候並沒有派出 部長本人沒有出來 也沒有派出官員出來 當時候呢 甚至是動用了鎮報警察 在教育部的裡面 帶著警棍跟盾牌 那我不知道這樣子 部長所說的 他支持的 學生參與社會運動 學生參與學生運動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我想先表達到這邊 繼續請部長 謝謝林同學 部長 我們的時間還有 所以教育部什麼時候 醫化做得那麼徹底 我不是 其實 其實我是不是可以回應一下 因為確實是 我沒有 沒有動 好 那個醫化從來沒有做到那麼徹底 你的網頁都更改 這個就是不全 為什麼你的 關心同學的這個 這個表達可以用這個 電子郵件來表達 這個不是真的表達嘛 就行 以關心之明行調查之實嘛 所以我特別 剛才也講了 我們在處理的時程上面 處理程序上面 處理相關的作為 其實從禮拜一禮拜二 我就表達了關懷 然後到禮拜四 才讓這個信 用這個方式出去 這個整個的過程 其實是 確實是非常不理想的 所以我也說 我們願意深刻的檢討 那你願不道歉 我想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真的是出自內心的 很誠懇的 你覺得非常不理想 不理想就要反省 反省就要道歉嘛 你道歉才能 表示你對這件事情的負責任嘛 我會深刻的 盡最大能量的 來做積極的檢討 未來讓這件事情 你不要跟我玩什麼文字遊戲 跟語文遊戲 你不會天到天當講部長 只會講 拿出實際的行動嘛 你可以用道歉 表達你對這件事情 對這件事情的 這個荒唐離譜 負責任的態度嘛 我想 我特別已經談到了 我的出發點是完全是善意的 我也一向做事都是用同理心 我剛才也特別說了 多少罪惡啊 假你善意之明行啊 這個不能假善意之明 這個必須是真正的 發自內心的這個誠懇的 那麼今天我也特別召開委會 請你來做報告 是 所以我說我也願意深刻的檢討 而且我也願意 同學剛才講出來的意見 同學的內心 如果真的覺得受到壓迫 受到這個 就表示是他確實這樣的感覺 我們必須真的非常深刻的檢討 讓校園內 在不至於說有做任何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會有這樣子的聯想 我希望我們 為什麼你不能道歉 道歉兩個是對你那麼沉重嗎 不是 這個邱委員 你不道歉就認為說你沒有錯嘛 我 我們完全是在整個作業上面 其實是有不周延的地方 那誰要為自己負責 不是你蔣偉寧部長嗎 我完全為所有的同仁的所有的作業 所有的作為 我當然是由我來做負責 這個不理想的這個 那您要怎麼負責 我的負責就是說我們會深刻的檢討 也讓這個 在這件事情上學到的教訓 未來可以讓我們的社會 讓我們的教育的發展 各方面可以變得更好 我想讓他是用這個方式來做處理 部長 我一直對你期待很多了 看你對這件事情的處理方式 我覺得非常非常失望 謝謝 你應該拿出你的政務官的魄力 謝謝 不對的事情 你要承認錯誤 反省 道歉 懺悔 我會還行 我會檢討 不願意道歉 不願意懺悔 我想我們 我也願意跟同學 你不願意道歉 不願意懺悔 你這個反省 都是假的 都是講的